大家好,1月15日晚,中央台播放了反腐大片叫《零容忍》 我会把第一集的链接放下去,你点标题,它下面有链接 然后你看一下第一集的内容 专题片《零容忍》是由中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联合设置 1月15日到19日,在央视总台综合频道每晚8点当播出 昨天播出的第一集 专题片是5集,分别为不负14亿,打虎拍营 场前闭后,系统失智,永远在路上 共选取16个案例 采访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事案人员 干部群众140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专题片里,孙立军落马,罕见的现身说法 孙立军是最年轻的公安部副部长 片子里面也介绍了,他是最年轻的公安部副部长 1月13日,公安部原党委委员副部长孙立军被公诉 根据检方的指控,孙立军涉嫌三罪 一,受贿罪,操控证券市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 孙立军南汉族1969年1月生,今年52岁,山东青岛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立大学公共卫生和城市管理专业毕业 在职研究生学历,公共卫生硕士学位 公开资料显示,他曾担任公安部1局26局局长 港澳台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2018年3月,49岁的孙立军出任公安部副部长 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公安部副部长 2020年的4月19日,孙立军被查 孙立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2020年3月 根据媒体报道,3月5日下午 一场入党宣誓仪式在武汉公安局教口分局举行 当时正是武汉指导抗议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 成为两名民警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孙立军落马一年多后,2021年的9月30日被双开 从落马到双开,孙立军一案共历时17个月 这样的情况实际并不多见 19大后至少有5个警老虎被查 分别是孟宏伟、孙立军、邓恢林、龚道安、刘新云 从落马到双开超过一年的只有孙立军一人 孙立军案有几个罕见之处 伴随着孙立军被公诉案件的细节也逐渐披露 其一,该案由国家监察委、长春市公安局联手查办 最高检披露的信息显示 该案是由国家监察委员会、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 分别调查、侦查终结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由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除了孙立军之外 孟宏伟、邓恢林、龚道安和刘新云 都是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后 经最高检察院指定 在由地方检察院审查起诉 最近由国家监察委员会 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 分别调查、侦查终结的还有一个人 就是江苏省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王立克 不仅如此 孙立军、王立克案 都是由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长春市人民检察院向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孙立军、王立克未来都将在长春市中院受审 孙立军的敛财属于上海 根据检察机关起诉指控 孙立军利用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 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业务处处长 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内安全保卫局局长 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私利 非法收取他人的财务数额特别巨大 孙立军的敛财首战就在上海 是上海市卫生局外事处副处长 这也是官方首次披露 孙立军曾担任过该职务 孙立军在被决定逮捕时 最高检提到他涉嫌的罪名是受贿罪 这次被公诉时检方指控除了受贿罪以外 孙立军还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 非法持有枪支罪 孙立军操纵证券市场情节特别严重 违反枪支管理规定 非法持有枪支情节严重 十九大落马的警虎中 孙立军是首个被指控 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老虎 另外他也是十八大后 落马老虎中罕见涉嫌操纵证券市场罪的老虎 十八大之后落马的老虎中 有不少人都被指破坏金融管理秩序 比如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白象群 安徽省原常委 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龙犯内幕交易 泄露内幕信息罪 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 贵州省原副省长王小光犯内幕交易罪 孙立军的罪名是操纵证券市场罪 根据刑法的规定存在特定情形之一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 或证券期货交易量情结严重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情结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特定情形包括单独或者合谋 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 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 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 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 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 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 自买自卖期货合约的 不以成交为目的 频繁或者大量申报买入卖出证券期货合约 并撤销申报的 利用虚假或者不确定的重大信息 诱导投资者进行证券期货交易 对证券发行人期货交易标的公开做出评价 预测或者投资建议 同时进行反向证券交易 或者相关期货交易 利用证券交易脸财 现在是各地这些大老虎官用的手段 用内部交易脸财 他比你直接收受这些贿赂 他这个脸财实际上隐蔽性更高 像孙力军这些人 他如果直接收受贿赂 贪污罪受贿罪很容易起诉的 他通过一些金融的杠杆 通过一些白手套 在金融市场上 特别一些虚假交易 现在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有很多大案 现在也公布了 你自己可以去证监会的一些网站 你可以去看一看 有大量的案件的公布 金额巨大 都是这种内部交易案 这些大老虎就利用这些内部交易 利用这白手套 在金融市场上 翻云覆云 所以你看15年 这个金融市场 过山车一样的 你也知道 这一涨一落 这些老虎都能从里面获利 这比直接拿好处费 直接从受贿人那 获得一些贿赂 这要更掩蔽 所以他们也在改变自己的手段 所以未来金融监管 你可以看 查的越来越严 所以这些大老虎 他这个敛财的手段 真的 画样百出 给大家把这个纪录片播放一下 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你点标题 下边有链接 下边链接可以看第一集 啊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